小伙伴们好呀 欢迎收看顾九聊电影 我是顾九 今天将一个小猪为了不被主人宰杀 向蜘蛛求助 没想到蜘蛛写了几个字 却救了他一命的故事 夏洛特的网 故事发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庄里 在一个夜晚 一头母猪生下了11只小猪仔 可是母猪只有10个乳头 总会有一头小猪吃不到奶 吃不到奶就会营养不良而死 爸爸决定宰了他 这些被小女孩福恩看到了 他阻止了父亲的残忍行为 决定亲自饲养这只小猪 还给他取名叫做威尔 福恩非常喜欢威尔 他天天把他带在身边 但父亲觉得这样不太好 于是母亲建议 把威尔放在隔壁人家的农场里面养 这样子福恩也可以经常去看他 第二天福恩把威尔送去了 对面的红色大骨仓 可他道别后就离开了 威尔就这样在这里住下了 因为是新来的 骨仓里的小伙伴都不是很喜欢他 威尔很寂寞 下雨了 他就独自在外面的水里打滚 弄得浑身脏兮兮的 有一只老鼠来偷他的食物 威尔不知道 在骨仓里 老鼠是卑劣的动物 没人看得上眼 威尔还邀请他一起玩 没想到就连老鼠也拒绝了他 就这样威尔的一天过去了 晚上本来想要来看他的福恩 也被母亲拦了下来 悠伤的威尔对着空气 道了一声晚安 没想到有一个声音回应了他 并且告诉他 只要好好睡觉 明天就和他聊天玩耍 带着满满的期盼 很快新的一天就到来了 威尔一点耐心也没有了 他急切的想要知道 昨天和他对话的人是谁 突然从房顶上下来了一只蜘蛛 夏洛特 老马看到蜘蛛吓得一阵 可其他小动物也不喜欢和蜘蛛做朋友 但是威尔不一样 他觉得蜘蛛能织网 很厉害 想和他学习 但夏洛特告诉威尔 他是学不会的 就这样 威尔和夏洛特成为了朋友 两人互相陪伴 而福恩也会经常过来 给威尔讲故事 就这样 晨天过去了 夏天来了绵羊也开始剃毛了 老鹅的蛋也孵出了小鹅 但有一个蛋坏了 老鼠就向老鹅讨要这个蛋 这时福恩的弟弟想要抓住夏洛特 威尔为了救自己的好朋友 顶撞了弟弟 弟弟摔倒了 震动之下坏的鹅蛋摔碎了 顿时骨仓里全是臭味 弟弟也被熏走了 而老鼠很陶醉意这种味道 还和夏洛特邀功 但夏洛特只觉得是威尔救了自己 这天老鼠和其他动物说着话 说威尔活不过冬天 其实骨仓里的人都知道这一切 但大家都不忍心告诉威尔 原来在这里春天出生的猪 都会在冬天被杀了 腌制成腊肉 难道福恩会吃了自己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威尔很难过 而夏洛特则向威尔承诺 一定会让他活过冬天 在房顶上倒挂了几天之后 夏洛特终于想出了办法 在夏洛特的努力编织下 终于成功了 第二天 来喂食的人发现 这猪网上写着 非凡的小猪 慢慢的 远出来观望的人越来越多 威尔一下子成为了网红小猪 但是在这个信息更新过于快速的时代 威尔很快就又过气了 为了威尔的未来 骨仓的小动物们连夜开了紧急会议 现在离除夕还有大半年 必须让所有人觉得 威尔是一只神猪 这样人类就不会杀它了 大家觉得这次得想个不一样的词 最后想到了了不起这个词 在威尔西盼的衍生下 夏洛特再次为了指了一张王 不出意料 这次威尔又火了一把 直接带动了农场的经济发展 让很多人来这里旅游参观 可随着夏天的过去 热度还是下降了 某天 威尔听到了农场主和儿子商量 要把研制房的锁链重新修一下 听到消息的他吓得当场晕倒 骨仓再次召开了紧急会议 可是这次要用什么词呢 大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 老鼠不愿意绞尽脑汁去救一只小猪 可蜘蛛夏洛特告诉他 如果威尔走了他也没有干脆吃了 为了干脆 老鼠只好去外面的垃圾场找找看 旧报纸上有什么新鲜词 费尽酒牛二户之力 老鼠带回了一块报纸 上面写着闪耀 整个骨仓的小伙伴看着夏洛特之王 夜晚的蜘蛛网露水很多 他差点摔倒了 终于威尔彻底成了一只明星猪 骨仓老板决定带他去参加比赛 放心不下的夏洛特和弹车的老鼠 也一起去了比赛现场 比赛时大家发现威尔的对手真的很强大 为了让威尔拿到冠军 夏洛特再次求老鼠帮忙 无奈之下 老鼠再次带回了一小块报纸 上面写着谦逊 威尔成功的拿到了冠军 为农场带来了荣耀 而夏洛特在产下了蜘蛛卵以后 就要去世了 威尔不想让夏洛特死 他还没有回报他呢 但夏洛特的生命已经到达了尽头 他只是请求威尔帮他把蜘蛛卵带回农场 威尔答应了他 为了帮夏洛特实现愿望 威尔以自己干涉的一半交换 老鼠也告诉他 不是每个人都会像夏洛特一样对的好 冬天终于来了 夏洛特让威尔这个春天出生的猪看到了雪 而骨仓里的小伙伴关系也越来越好 春天到了 夏洛特的卵孵化出来了好多小蜘蛛 有的离开了骨仓 也有三只留下来成为了威尔的好朋友 用仪式去应一个承诺 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片子 片中有两句话让我记忆深刻 都是夏洛特对威尔说的 一句是我应承你 一定要你看到冬天的雪 我承诺的无论如何都会做到 另一句是我已经得到了你给我的 做你的朋友 你改变了骨仓中 他们对我的态度 你才是传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是顾九 下期再见了 拜了个拜 下期再见了 ma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